大家好,我是薄荷 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 一觉醒来全身是汗 这种情况有可能是气虚 气虚的人常常形体消瘦或偏胖 气短懒言,体倦乏力 当你的身体变得医患感冒 平时抵抗力弱 那么多半是气虚的体质了 如果你这些症状都不符合 那也有可能是被子太厚了 专家建议啊 最好是换个相对薄一点的被子 以免忽冷忽热染上风寒 那气虚体质是怎样形成的呢 可能会因为先天禀赋不足 也可能是因为长期饮食失调 久病,劳累之后,年老虚弱等因素 当你出现这种情况后 一定要调理好身体 今天就教你两种简单的调理方法 一是通过运动可以练习一些太极 二通过食疗 可以吃一些山药,银耳等食物 也可以冲泡一些山楂肝 或者桂圆红枣枸杞来调理器 睡睡觉啊,腿突然抽筋 让人疼到不能动弹 那么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该怎么办呢 那我们可以按腿上的三个地方 那按一会儿就会好了 那下面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可以呢,按一按尾中穴 尾中穴在我们膝盖后面横纹的终点 当半夜小腿抽筋的时候呢 就可以用我们的中指 用力的按揉半分钟到一分钟 就能够呢,起到活血消肿 痛落止痛的作用 帮助我们缓解小腿抽筋带来的疼痛 还可以啊,按腿上的调口穴 就在呢,小腿的外侧 找到外吸眼和外怀尖 连线的终点 就是呢,调口穴 那腿抽筋的时候 可以呢,用大拇指用力的按揉 也是呢,揉一分钟左右 调口穴呢,有揉筋缓筋的作用 能够呢,很快的缓解疼痛 最后呢,可以按一离拳穴 是在呢,小腿的内侧 膝盖下面,颈骨内侧的凹陷中 那一离拳穴 有解经质痛的作用 所以呢,腿抽筋的时候 按揉个一分钟左右 就可以有效的缓解疼痛了 那除了中医的血位按摩以外呢 平时我们应该呢 要注意钙流失,避免着凉 运动呢,不要太过度 保持良好的睡觉姿势 这样呢,才能够避免腿抽筋的现象 小中风啊,是中老年人 常见的脑血管疾病 那严重的危害着身体健康 所以啊,老年朋友 需要呢,做好预防的工作 那下面教大家呀,三个小动作 平时没事的时候呢 做一做,可以预防中风的发生 第一个动作就是摇头晃脑 我们平时有空的时候 就可以呢,坐在椅子上 或者是坐在床上 前后左右的晃脑袋 每次啊,晃50次左右就行 要慢慢的晃 速度呢,不要太快 这样晃脑袋可以增加我们血管的抗压能力 和血管的弹性 能够很好的预防脑中风的发生 第二个动作呢 就是按摩按摩我们的脖子 这样两个手搓热之后 然后呢,放在脖子的后面 然后上下来回的 这样按摩一下脖子 按摩呢,一分钟就行 这样啊,可以促进硬化的颈部血管 恢复弹性 改善大脑的供血 帮助呢,我们预防中风的发生 第三个动作啊,就非常简单了 随时随地呢,都能做 就是啊,怂怂肩 先把我们的肩膀向上提三秒 然后再放下 反复呢,做五分钟 这样怂肩主要呢,是可以活血通落 能够很好的预防脑中风 嗯,那除了做这几个小动作之外呢 平时我们也要合理的饮食 少油,少盐,浑素搭配 这样呢,才是对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帮助 生活中啊,便秘每个人呢,都会遇到 那而长期便秘呢,会导致我们皮肤变差 肚子呢,也会变得越来越大 影响了身体健康 那么便秘应该怎么解决呢 下面呢,就给大家说一说 通过中医的按摩手法 改善便秘 自己在家呢,就可以操作 嗯,告诉大家耶 一个非常简单实用的小方法 就是呢,敲一敲臀部的环跳穴 就可以呢,轻松的治疗便秘了 那具体位置啊,就在我们这个 同步两侧的骨骨大转子后侧的凹陷处 那由于环跳穴呢 是足少阴胆经上的重要交通枢纽 所以呢,对于痔疮,胆囊炎,胆结石,便秘 都有很好的治疗作用 嗯,敲到这里时呢 把两个手握成空心拳就可以 然后呢,随便的扣打 有的人可能说呀,环跳穴也不好找啊 那没关系 只要我们呢,在自己的臀部 大面积的随便的敲打就行 那不信啊,您可以呢,试一试 敲打两天左右 不但呢,可以治好便秘 还可以起到很好的美臀效果 那么要改善便秘的情况啊 除了上面呢,这种方法之外呀 平时呢,我们还要注意科学的饮食习惯 适当的运动运动 养成良好的乳侧习惯 才能够预防和改善便秘 大家应该呢,都知道 它对我们的呼吸呢,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那肺一旦出现问题 对健康呢,就有很大的影响 那今天就给大家推荐呢 两个保护肺部的穴位 首先呢,可以按一按 太白穴 太白穴呢,就在脚的内侧 第一植骨,小头,后下方的凹陷处 那这个穴位呢,为什么能够保护肺部呢 这是因为太白穴 在足胎阴脾经上 而足胎阴脾经呢,其实是经过肺部的 所以呢,通过按摩太白穴 可以啊,帮助我们刺激到肺部 有很好的养肺,护肺的功效 那刺激这个穴位可以呢 用食指稍微用力的做圈状按摩 以微微感到酸胀痛为度 每天坚持按揉三到五分钟就行 还有就是可以按摩曲池穴 曲池穴呢,大家都应该很熟悉了 就在胳膊稍微弯曲时 肘横纹尽头的凹陷处 那这个穴位可以呢,提升肺功能 按摩时可以呢,用大拇指用力的按 按的时候要保持五秒钟 然后呢,再抬起来 这样反复按五十次就行 那曲池穴最大的作用呢 就是可以治疗支气管炎 呼吸不畅,飞出血等症状 所以平时没事的时候 常按一按,还可以呢 帮助我们保养肺部 肺胖的问题呢,一直困扰着很多人 那想尽各种办法 可是呢,怎么也瘦不下来 那今天就给大家呢 说两个比较有用的减肥穴位 效果呢,还不错 希望啊,对大家呢,有帮助 首先是肚子上的关圆穴 在腹部的中线上 从肚脐这里向下量四个手指的位置就是了 那找到穴位,我们可以呢 用手掌或者是手指轻轻地揉 每次一般坚持揉15到20分钟 每天早晚都可以揉一次 这样呢,效果会更好 那长按这个穴位 可以呢,控制消化系统 对脂肪的摄取 能够起到很好的减肥效果 而且关圆穴还有气走丹田 活血痛落的功效 长期坚持按摩可以增强体质 尤其呢,是老年人按摩 有健康长寿的功效 还有就是肚脐上面5寸的上碗穴了 那上碗穴最大的功效 就是可以刺激肠道蠕动 按摩时可以呢,用中指和食指 一起顺时针按揉三分钟左右 经常这样按揉上碗穴 能够保护食道 避免饮食过快 造成食物淤积在胃部 然后呢,产生消化不良的情况 导致体重上升 嗯,所以啊,正在受肥胖困扰的朋友们 不妨呢,试一试这两个血位吧 血压呀,是不少人的烦恼问题 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呀,推荐两个呢 可以降血压的血位 没事的时候按一按 可以呢,疏通经络 改善血液循环 促使呢,血压恢复正常 大家呢,不妨可以试一试 首先呢,第一个是百慧穴 百慧穴呢,我们都知道 它呢,又称三阳五慧 是在我们头顶的正中间 找穴位的时候呢,可以沿着两个耳朵尖向上 然后与正中线相交的地方 然后就试了 按摩百慧穴可以两个手的食指一起按 因为用一个手的话 力度呢,要轻一点 一般按个三到五分钟就可以了 长按百慧穴呢,可以调节微血管的输缩功能 解除呢,小动脉经栏 从而呢,可以达到降压的效果 所以呀,有高血压的朋友呢,不妨试一试 第二个呢,是风驰穴 风驰穴呢,是在我们这个脖子后面 两个大筋的旁边 与呢,耳唇平行的地方 它呢,是属于足少阳胆经 那按摩时,我们可以呢 自己用自己的两个大拇指来按揉 也是呢,按揉三到五分钟 以感觉到酸胀为佳 长按摩这个血位 可以增加颅内血韵 平缓过分兴奋的神经 从而呢,起到降血压的作用 那在利用血位 降压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找到准确的血位 所谓呢,坚持就是胜利 只要长期坚持呢,就会看到效果的 痘呢,是不少人的烦恼 那很多人啊,长痘了都忍不住呢,用手去挤 这样呢,不仅呢,不能去除痘痘 还会留下痘印 那其实啊,痘痘是一种毒 想要去除呢,我们可以通过血位的按摩来消除 那下面就给大家呢,推荐两个呢,去痘的小方法 第一,可以在早上起床之后 按揉天书穴和内停穴 天书穴在我们的中腹部 肚脐左右三横指宽度的位置 内停穴在我们脚背 第二第三指 肩凤纹 我们早上起床以后 先喝一杯温开水 然后十分钟之后 先用大拇指按揉内停穴五分钟 再按揉天书穴五分钟 就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消除痘痘了 第二,可以在睡觉前按揉气海穴和太冲穴 气海穴在我们的下腹部 肚脐下1.5寸的位置 太冲穴是在脚背 第一植骨和第二植骨结合前的凹陷处 每天睡觉之前躺在床上 然后用手指按揉气海穴五分钟 随后再按揉太冲穴也是按五分钟 就能够有效的消除痘痘了 那除了这两种方法以外呢 我们平时还应该尽吃油腻 过辣等刺激性食品 每天睡眠保证不定于7个小时 尽可能的早睡早起 心情保持愉快 这样才能够预防痘痘的发生 我们下期再见